乌尔战争从上个礼拜四就开始发生了 那么直到昨天 双方终于坐下来谈了 五个小时还是没有达成共识 那么第一轮的谈判是没有成功 但是比较好的消息是还会有第二轮的谈判 当然希望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那两边的谈判 昨天坐下来谈 谈了五个小时 到底卡在哪里过不了关呢 原来俄罗斯开口要乌克兰答应有三个条件 三项诉求 而且在谈判当中还加重火力的旦袭 继续猛攻 现在被批评说这个背后真的是 说一套做一套是非常没品的 我们就来看看这几天来 这两天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了 就是这俄罗斯的普丁跟法国的马克宏呢 其实在昨天2月28号 两个人展开了一场火线的对话 到底谈些什么呢 其实普丁开出了有停战的三个条件 好这条件之一呢 就是第一个要乌克兰成立 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是存在的 另外第二个就是希望乌克兰可以去军事化 也就是非纳粹化 简单来讲 就是要乌克兰自费武功的意思啦 那么另外第三个就是要求乌克兰要确保 他们的中立地位 当然也就是规定他们不可以加入 他们原本想要的北约组织 那另外普丁呢 其实也承诺说 如果对方同意的话 他愿意做出三点的一个诉求 第一个呢 也就是停止袭击乌克兰境内的平民 另外第二个是保护民用的基础设施 另外第三个是提供离开基辅的一个通道 但是没有想到说是这么说 但是真实的状况 但是却并非如此哦 这六天攻不下基辅似乎让普丁非常的恼怒 他反而是加重力道了 谈是一回事 但是轰炸又是另外一回事 俄军的集结军车呢 已经在首都近郊集结了 不是像之前说的有27公里而已哦 好我们来带您看看 首都附近集结的这个车队 俄罗斯的军队绵延了多少呢 绵延了64公里 所以有一些专家就说了 在乌克兰当地可能最坏的时间点 还没有到哦 估计在这几天之内 可能就会把基辅攻下来了 那另外不是说不会打民宅吗 在乌克兰第二大城的哈尔科夫的 俄军竟然在狂轰猛炸 就在昨天两边在谈判进行当中的同时 又传出了不少的爆炸声响 而且炸弹还飞到了民宅里头 有女性当场被炸断退 血流不止哀嚎等待救援 那另外呢 其实还有一家五口 他们被发现的时候 一家五个人是死在车子里面的 另外还包括了在乌克兰南部的机场 也传出了是炮声隆隆的一个状况 好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状况呢 在俄军围攻之下 大家现在都不能够出门了 沦陷与否现在都还是个罗生门 那另外俄军还使用了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做真空炸弹 这个前几天就被大家给讨论了 这个真空炸弹也有人称他作为炸弹之父 美国之前公布了一张炸弹之母的一个照片 这已经是很厉害的真空弹了 但是俄罗斯他们声称说 自己有的炸弹比炸弹之母更厉害 叫做炸弹之父 这个一直是禁忌都不能用的 但这次用了 除了用真空弹还用什么呢 用极数弹来炸弱之源 这个真空弹呢 其实它的最厉害的威力 就是可以让附近的东西灰飞湮灭 人体瞬间也会气化蒸发 那么这两个东西不能用的 但是被日内瓦公约给禁用了 可见这个时候普丁真的是杀红眼 有一些评论认为说 这根本是不是一场战争 而是针对乌克兰人民的一场大屠杀 那国际之间的态度有了改变 祭出了一些制裁策略 来看一下联合国的联大特别会议 如果乌克兰不能生存的话 国际和平就是不能够生存下去了 但是乌克兰却说 他怪的是什么呢 却要怪的是这个乌克兰 硬是要加入北约 所以才彻底踩了红线 那美国则是以间谍之名 驱逐了俄罗斯驻联合国的12个官员 那么俄罗斯针对这一点 他也回说这个美国的此举 是非常有敌意的 这种种的种种都看到了 俄罗斯现在是非常非常不友善 那另外我们还要带您看到的是 一直保持中立的瑞士银行 昨天也非常罕见的 放弃了中立的立场 冻结了普丁 还有一些超级富豪在内 300多个人的银行资产 这招有用吗 真的能够阻止得了普丁吗 普丁的要求跟他的条件 乌克兰又能退多少呢 西装笔挺打上领带 五位俄罗斯代表大步走向谈判桌 跟在他们后方的 试穿着轻便的乌克兰代表团 无二开战将近一周举行首轮谈判 但结果似乎不出外界预料 有谈但毫无共识 唯一的好消息是双方都点头将持续协商 但乌克兰可没有坐以待毙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大声宣告 正式申请加入欧盟 官方脸书更秀出签署照片 而就在全球以为战事露出曙光之际 俄罗斯的炮火根本没有停下 乌克兰第二大神哈尔科夫 在乌俄首轮谈判时 炮声隆隆淡如雨下 画面中的民宅被炸出一个大洞不断漏水 街头到处都是受伤民众 根据国际智库公布的最新资讯 俄军持续挺进基辅 已经是濒临城下 而外媒也公布最新卫星影像 俄军持续增兵 在基辅外围的战车装甲车部队 扩大了五倍 绵延超过 27公里 普丁大腕两面手法 要透过谈判达成和平 恐怕有难度 三里新闻 我宣布道 我宣布道 谢谢大家